各位女士 各位女士 美國總統的44代總統 Mr.Barack Obama 當美國演員Tiler Perry歡迎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登台時 台下支持者立刻爆出鎮耳玉龍的歡呼聲 Hello Georgia Are you fired up? Are you ready to go? It is good to be back in Georgia 民主黨超級吸票金 歐巴馬再度幫賀錦麗站台 但有別於過去幾場造勢 週五在喬治亞州的活動 歐巴馬是第一次與賀錦麗同台拉票 美國準備好轉圈 我們準備好一個更好的故事 Georgia 我們準備好一個總統 Karmilla Harris 美國目前已經有超過三千萬人提早投票 歐巴馬呼籲選民能提早投票的就趕快去投 還沒註冊的也趕緊動手 因為只有透過投票才能阻止川普重回白宮 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Kamala Harris is ready for the job This is a leader who has spent her life fighting on behalf of people who need a voice who need a champion 超過二十分鐘的演講歐巴馬不僅將賀錦麗捧得高高的 也不忘猛力抨擊川普 奧巴馬這番話就是在暗酸川普近期 跑到賓州的一家麥當勞 擔任一日廚師親自炸薯條 歐巴馬痛批這根本是在作秀 這場賀歐同一台造勢 不僅吸兩萬名支持者賽爆體育場 助選團一個還比一個大咖 用歌喉朝熱現場氣氛 美國搖滾巨星Bruce Springsteen 公開力挺賀吉利 搶川普根本是一位寶局 川普想要成為美國的招呼 他不明白這國家的歷史 或是美國的意思 演員Tiler Perry 知名導演 Spike Lee 漫威男性Samuel Jackson都前來幫賀錦麗助陣 但最令選民興奮的是 美國樂壇天后 碧昂斯週五將在德州為賀錦麗戰牌 這是為喀麥拉哈瑞斯的巨星 這製造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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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喀麥拉哈瑞斯的隊伍 這製造的最後一天 從賀錦麗接棒拜登參選 美國演藝圈對賀錦麗的支持 如排山倒海湧入 包含饒舌天王阿姆 饒舌天后美根Ve Stallion 都登台助選 就連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也豪雜 16億台幣默默支持賀錦麗 然而流行樂天后泰勒斯 卻因為挺賀付出代價 不僅僅是泰勒斯的好感度奏將 賀錦麗近期選情也高級 甚至看似在走下坡 尤其是賀錦麗週四登上CNN市政廳 回答賓州選民的提問 被認為表現不佳 不但與多累贅有時還打非所問 連賀錦麗也看不下去 華爾街日報最新民調顯示 川普翻盤超車領先賀錦麗兩個百分點 ABC的民調則是賀錦麗為福領先 雖然賀錦麗是副總統 但在華府以外的地區 其實很多選民對她並不熟悉 另一方面還是要說服中間選民支持她 也就是說對還沒做決定的選民 賀錦麗應該是要讓他們 是因為支持她而投給她 不是因為反對川普才投給她 至於川普可能會被最佳助選員 馬斯克給拖累 目前已經有四位信譽員 拿到百萬美金支票 美國司法部向馬斯克寄出警告 天天為川普撒幣的行為 等同於買票可能違反聯邦選舉法 就連抽中百萬獎金的選民 都有可能吃上官司 TBBS新聞綜合報導